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真的就是在挪威 这个起源是在挪威是原田贵族 就是说的在惩罚的能力 慢慢慢慢发展过来 其实很刺激 在空中的时候 最后我们自己去飞得好的时候 真是能找到飞翔的软件 观察你整个的知识分 你空中姿态稳不稳 你的雪板两边都稳不稳 在空中都飞行 然后落地稳不稳 落地你是双脚分开的 还是两脚放的 过渡渠以后有一条线 这条线叫打分线 你飞过打分点以后 满分点满下每一米 给你加两分 你没到达那块就给你减分 这有的运动员是负分 第三个组成部分 就是属于说锋利的补偿 顶峰的话 它就会加大你这个穿脆的托幅 离你飞得更远 而顺峰的话 你会更难地控制 是这样的 那你顺峰的时候 就应该是加分 顶峰是给它减分 对吧 因为它是在一个有速度的情况下 还有一个坡度 它这个重量的话是减少 飞得好的时候其实在减速 然后呢空气会拖着你很轻那么力 这就是你预济月累 你对技术的掌握 你现在最高的时候训练的 最多的时候是90到120米的这个飞行距离 那如果你要想达到200米 我们叫自由飞的那个台湾的话 你至少要有2000次的训练时间 你才可以去调整那个 这不是说你想去做的话 这种做的 肯定会有 因为咱们中国到现在为止 咱们严格地去说吧 之前没有一个真正的训练的 给这些运动员一个正规的训练 那些大孩子和一个训练环境 之前呢就是没有雪那你太不了了 那现在呢有全天活着的 一年365天都很长 所以我跟你说的话就是 要让这些喜好这个预计 就是这个项目想从事想尝试的这样 这一定要从小做起